好 接下来1600新经济 我们今天要先请书涵带我们看台北股市的表现 还有一度下跌的台积电今天状况怎么样 又获得什么最新的评价呢 书涵 好 确实是这样子 马上带大家先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状况 由电子股来领军 持续站稳的是万六的一个关卡 那最后呢 收盘是上涨了240点 然后呢 收在了16296点 成交量是达到了2340.93亿元 这样的一个表现 而刚刚提到的台积电的部分 其实现在呢 在外资的部分呢 也是出了一些比较利多的消息 也就是说他们是看好整个晶圆代工的市场发展的 年复合成长率呢 其实还上看到了16% 甚至在高阶制成的部分 看到的是他们认为会成长高达23% 那主要有三大利多 就是半导体的高速成长 以及美元强势表态 还有明年将会掀起一个涨价潮 那这个部分呢 是高盛证券来提出 他们认为这是还不错的一个利多表现 而在台湾的厂商里头呢 首要点名的就是台积电的部分了 台积电今天收盘价呢 是在538元这个价位 一举是突破了20日的一个均线 20日均线是533 所以其实今天台积电的表现是蛮稳健的 那也上修了它的这个目标价是912元 在ADR部分也从154然后上调到了是163 那平等是维持买进的一个状况 那在联华电子的部分呢 收盘价来到了50.9元 那目标价呢 是调到了65.9元 持续也是一个买进的一个态度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看到世界先进的部分 是在107.5元 那目标价是调到了115元 但是呢 平等是在中立的一个状况 虽然外资是释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好像说是非常看好 可是之前其实它也是一直不断的上调这些目标价 但是呢 反手之后它又开始一直狂卖 把台股当成了提管机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又会玩这样子的两面手法 恐怕还有待观察 好 接下来这家公司就让人惊讶 说中油公司今年还没过一半 可是传出大幅亏损 就是怎么回事呢 舒凯 好 确实是这样子 可能是有一些政策性的一个包袱 所以造成了一些亏损的状况 我们就来看到 因为国内的油气动场的一个政策 所以截至4月底 扣除整个获利 他们亏损已经达到了751亿元 这已经超过了中油的半个资本额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就看到在天然气的部分 已经连续12个月都动涨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乌尔战争的关系 所以其实现在天然气的价格是飙涨的 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一度还飙破了70美元 比起去年已经涨了7倍之多 所以中油的部分已经吸收了705亿元 这样的一个部位 再来我们看到统装瓦斯也已经连续17个月 都是动涨的 他们吸收的亏损部位达到了50亿元 另外在汽柴油的部分呢 现在已经是亚洲临近国家竞争国最低价了 现在他们也吸收了82亿元这样的一个亏损了 所以现在经济部也同意 5月份可以来调涨20% 现在可以预估改善的亏损金额 应该可以达到40亿元 那当然除了要来这个调涨 弥补一下亏损之外 可能还要开拓一些裁员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补救亏损的政策 可能会陆续推出来 包括了活化资产 还有资金调度 以及产品的高值化的应用 到甚至认为这个应用可以来到太空的一个状况 所以希望用这些方式多元多管齐下 来补救这样一个亏损的情形 是好 虽然汽油的价格一直被压着 不过现在看到电动车确实越来越受瞩目 那么现在有什么最新动态吗 在台湾舒凯 确实是这样子有一个新的聚落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现在一个状况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Toyota的部分 他们也是宣布了首款的电动车款 就是这台BZ4X 它的售价是159.9万元 这个价格其实市场认为是蛮有竞争力的 那在台湾配合是300辆 和日本几乎是同步来推出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26公里 而且大家都很关注就是电动车的一个充电问题 它现在号称你充八成的电只需要花30分钟 所以也预估这样子的一个指标性的厂 推出了电动车之后 今年的销售量应该是会翻倍的 接着我们就看到特斯拉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电动车园区 就是宝高园区了 这个供应链七成都来自台湾 而且还有原来的这个鸿海科技集团 也在这里建置了一个研发基地 所以显然整个电动车的聚落 在这个地方已经来重行了 那么有更多的这个相关资讯的话 也欢迎您可以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另外您也可以在YT频道上头 或者在脸书的粉丝团 来搜寻TVBS国际Plus 可以掌握更多的讯息内容 还有国际的相关消息 帮您掌握这些讯息不露阶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新经济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